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3日 今年的阿里巴巴所谓的全球数学竞赛 本来说是要在8月份就公布决赛的成绩 但是没有 以前的竞赛最晚就在9月份就公布了决赛的成绩了 但是9月份、10月份都没有公布 一直拖到现在才公布 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出了所谓的中专生数学天才江平事件 他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 并不是说决赛的考卷 改起来很麻烦要拖这么长的时间 显然不是因为以前都很快的一两个月 就把这个卷子都改出来的成绩也公布了 不会说又多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卷子改好 那显然就是因为那个中专生数学天才的事件 让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才好 到最后定下来了 要怎么处理这件事了 因为他们已经各方面沟通好了 然后才公布了决赛的成绩 在发的通告里头 也顺便提了一下 这个所谓的中专生数学天才的事件 你们说了 说那个江苏连水中专的教师王某某 极其指导的学生 因为进入的决赛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你看他在谈这事的时候 就跟警情通报一样 都没有把那个名字点出来的 用的是王某某 至于那个江平连信都不提 如果说不了解这个事件 没有关注这个事件的话 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那这通告里头还说了 说这两人都进入了决赛 那月卷的结果 两人没有获奖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在决赛的时候 都争取参加了 而不是说江平被质疑以后 就不敢去参加了 这个决赛 虽然也是线上的 但是可是有摄像头的 那也就是说 他本人的确去参加了 决赛了 还提交了 考卷了 那么我就奇怪了 你这考卷 如果不是交的白卷的话 那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是别人代交的 那江平是不可能看得懂 决赛的题目 更不要说 去做那个决赛的题目了 只要交的不是白卷 那肯定就是别人代交的 那他是通过什么作弊的方式 在决赛 也交了 这个答卷 但都不说 好像呢 是很正常的 一个决赛提交了 那考卷的样子 不过的成绩不好而已 那并不是说 在决赛的时候 也造假了 那么关于预赛 大家都知道 那肯定是造假了 但是呢 他在通告里面 是这么说的 说经过了调查 说王某某 对其指导的学生 提供了帮助 违反了禁止 以他人讨论的 这个预赛的规定 这么说 其实是轻描淡写的 你想 要能够接受帮助 那你首先呢 自己要懂 至少呢 要懂一些 别人才能给你提供帮助 跟别人讨论 也得懂 才能够讨论 但是呢 我以前说过了 江平虽然被称为 是一个数学天才 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白痴 他连高中的数学 都学得不怎么样 更不会懂任何的 高等的数学 更不可能去看懂 这一次竞赛的 预赛的题目 那怎么去接受别人的帮助 怎么跟人讨论 这不可能的事 就是完全都是由别人代考 由别人代交了个考卷 你把别人代考这种完全的造假作弊 说成了什么 接受了别人提供的帮助 跟别人讨论 这当然就是轻描淡写了 他在闻过是非 通告还说说 这件事 暴露出了 竞赛的赛制 不完善 管理 不严谨的问题 然后表示 诚字的歉意 当然他 这个阿里巴巴的竞赛 的确 那个赛制 也是很不完善的管理 也是很不严谨的 我之前 已经分析过了 但是这个事件 最关键的部分 不再以此 发现了问题之后 发现了作弊之后 你应该认真的去做调查 去做处理 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制度 出问题了 哪一方面的管理 出问题了 既然呢 这个事件 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国性的事件 甚至国际性的事件 连国外也都做了报道 那报道中国出了一个 中专生数学天才的 那么呢 你至少 应该给一个报告 详细的说一下 做了调查 真正的做了调查之后 发现了问题出在哪 有造假 发生了作弊了 这样的话 人家才能够知道 这个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羞羞答答的 在那时候提供的帮助 参与讨论这个 不是问题的实质 实质呢 是作弊 是造假 那么呢 是怎么作弊的 怎么造假的 你这些都应该说清楚的 作为内部来说 你也应该把这些问题 查清楚了 这样的话 才有助于说 去怎么样完善 这个赛事 怎么样加强管理 对不对 而不是说就这么试图的 胡乱过去 号称什么 层次的潜力 其实呢 是一点都不层次的 再完善的制度 再严谨的管理 总是有可能 出问题了 高考 那么完善的考试制度 那么严格的管理 同样的会有作弊 就关键的是 你在发现了作弊以后 你应该怎么样去调查 怎么样去追究 连作弊 连造假 这种词都不敢用 那怎么能够算得上说 这种道歉 是很诚恳的呢 实际上还是呢 根本就不把这当回事了 我以前还说过 这次的比赛 造假的可不只是 蒋平 网润秋这两个人 还有那十几二十个初中生 高中生 进入了决赛的 我可以肯定 他们也都是造假 不是什么 是数学天才 甚至呢 包括那些名校的学生 被大的侵华了 也很可能 有造假的嫌疑的 因为他们的分数 高度的相识 他们这些还真的 违反了禁止相互讨论 这个规定 那么对于这些 是不是也应该去调查 去处理呢 其中有一些人 说不定已经呢 在决赛中取得了 比较好的成绩 还因此获奖的 那你让这些造假者 作弊者违反规定的 也都得奖了 那你搞这样的比赛 有什么意思呢 另外呢 他这个比赛的 负责人 印卧涛 当初呢 还出来反驳 对这种造假行为 进行狡辩 是不是呢 也应该来表示一下 歉意呢 阿里巴巴 那个达摩医院 不愿意 去认真地对待这事件 不愿意 为此真正的道歉 这个原因很简单 他们本身 就参与了造假 如果没有他们做宣传 如果没有他们参与 造假去拍摄 那个宣传视频 去采访江平 江平说错的话 他们呢 还对视频进行了 编辑进行了串改 如果不是他们 在推动这个事件的话 那么呢 这个事件呢 就不会变成一个社会的热点 所以这本来就是他们炒作起来的 当初那么拼命的炒作 结果被发现的问题 就想这么呼啰过去 就想这么掩盖过去 这说得通吗 在阿里巴巴达摩院发这个通告的同时呢 连水冲撞了 也发了一个通告 显然呢 这个事件内部协调好了 所以配合得非常的及时 那这个通告呢 是说对王仲秋做了处理啊 对他 做了戒面谈话 也就是说 把他批评了一下 然后真正的处理呢 就是取消了年度平优的资格 那这个人够算什么处理 好像是 你工作很一般很平庸 所以呢 就不能平优了 这个表现出体现出来的 是师的问题 是学风问题 这个是在造假呀 难道对于自己的教师 学风有问题 师德有问题 作弊 造假 只是取消了 这年度平优 就可以了吗 这不就是 没把这种事情当回事吗 还有 对于江平 他也参与着假了 也作弊了 并不说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接受采访 还在那里说假话 还配合表演 谁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那连批评都没有的 更不没有任何的处理的 连取消评选三好学生资格的 这种处理都没有的 有人说那是一个未成年人 谁呢 就应该宽容了 把他放过了 这不对了 他又不是什么不懂事的 三岁的小孩 都已经十七八岁了 都快成年了 难道他如果考试作弊的话 也不应该处理吗 那显然你要处理 如果在学校的考试作弊 那是也会受处分的 可见了这个学校 他的风气也是很成问题的 我看到不少人 在我的YouTube 在推特下面留言说 你打架还真有一套 这次呢 又打对了 就在我所有的打过的家 揭露过的家当中 这个是相对来说 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只要有常识 常理 看到在宣传一个什么 中传数学天才 你就应该怀疑 甚至不需要有什么 述写的知识 也应该知道这件事 他是很靠不住的 要揭露他 要分析他 为什么是假的 那么呢 是需要有一些 人们 对他进行了分析 证明了 他是假的 那也应该呢 就恍然大悟了 也知道了 这个是假的了 当初之所以会相信 他是被误导了 他就说还很坚持认为 的确会有中专书写天才 那样的话 那个智商就跟王志安 和他的粉丝一样 不满七十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